這就是問你有沒有一個Event 究竟是影響Long-1 S-Curve還是Long-1 S-Curve 會上升下降 或是 所謂是向右移向左移 還是不變呢 A就是more workers have received tertiary education 多一些的專上教育 當然會令到你生產力上升 應該是full employment output level上升 因為你可以做到最多的產值 就應該多了 所以應該兩個都上升 兩個都是向右移 最主要YF有上升 B 一個水浸 Spoil a large piece of finance 水浸浸了一些很大片的農地 這個就不是一個full employment output level 短時間裡面生產少了 農作物做不到出來 但是水浸沒了之後 那些土地還可以拿來種東西的嘛 所以這個factor數量沒有變 長期地 所以只是Sor 1 S下降而已 生產少了 Long-1 S應該不會變的 所以Sor 1 S就向左移了 這裏就說完了 增加延伏的利益 這個的價格對 formerly 所以就說什麼 是直接叫可能 政府如果有空 就好像做一個某 materia 那就用了 所以 sca3 然後 是銷售稅 銷售稅是向producer 徵收的 supplier 徵收的 所以令它增加成本的 一減稅 減低成本了 所以 production 多了 soriness 應該上升 向右移 但是減稅不會影響 full employment level 所以lowiness 應該不動的 沒有變的 只是減低生產成本 沒有改變 影響 full employment output level d new generation computer is invented 因為新型的 估計就好些了 新一代的電腦都發明了 這個自然幫助生產 所以soriness 應該上升 而且這個是令技術好了 快捷了 所以生產的東西都多了 生產增加 full employment output level 都上升 所以呢 lowiness 都是上升 所以兩個都是向右移 增加 technology 增加 full employment level level production 增加 soriness 上升 lowiness 都上升 所以兩個都向右移 shift rightward 有些例子 有些例子 你也要試一下 每一個是影響 AD soriness 和lowiness 你也是自己做下去 下一個影片才對 多了